斯图雷登,在华五十年。第一章,家世溯源。 第一,我的父母都是移民,我出生于两大历史悠久的勇敢开拓者家族。 斯图尔特家族最早来到美洲,大陆的是阿奇·巴尔德·斯图尔特,他原是出生在爱尔兰的苏格兰人。 据说,他是后来成为斯图尔、特城堡伯爵的阿奇尔特里的后裔,由于参加反抗宗教迫害的运动,被托逃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 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哥哥,大卫和约翰。 七年之后,他的亲属也跟了过来。 阿奇·巴尔德一家定居在了弗吉尼亚州维恩斯·伯罗附近的一座农场,他的四个孩子长大后分别在南部和东部的州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四个孩子中,亚历山大先后担任过菲尔莫尔总统内阁的内政部长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儿子杰伯在南方的军队中担任骑兵指挥官。 杰伯非常勇敢,据说在一次战役中他受了重伤,要被带离战场,战友们呼喊着他的名字向他告别,他大声向战友们喊道,快回去,快回去。 你们要在战场上像我一样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弗吉尼亚州的奥古斯塔县,有个叫沃克克里克的地方,约翰·斯托尔特原本住在这里,后来他搬去了斯堂顿。 他的孙子罗伯特·斯托尔特在当地基督教的长老会当牧师的时候,曾乘坐一辆带篷马车在弗吉尼亚州的河谷地和肯塔基州,当时属于弗吉尼亚州的荒野来回奔波,成为当地宗教传播的先行者。 他帮助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建立起一座学院,特兰西瓦尼亚学院,并在那里教拉丁文和希腊文。 有一段时间,他还担任学院的院长,罗伯特·斯托尔特的妻子哈纳托德是玛丽托德的姑姑,而玛丽托德后来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 因此,罗伯特的儿子大卫,我的祖父,就成了林肯夫人的表哥。 他的另一个儿子,约翰,替斯托尔特从森特里学院毕业后和林肯一起从事法律工作。 我一直不知道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直到十一岁那年,我回到美国。 当时我住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这个消息吓坏了我和弟弟。 我们本来就因为来自中国,遭到那些南方朋友的注意。 现在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家族与林肯家族的关系,可能我们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了。 大卫·托德·斯托尔特,我的爷爷,他是肯塔基州谢尔比维尔的斯托尔特女子学院的创建,人,也是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妇女教育的倡导者。 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于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谢尔比维尔。 父亲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学院,杰弗逊学院以及肯德基的森特·李学院,他毕业后做了四年的老师,然后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神学。 1868年,身在中国的医院,汉尼维斯博士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让他激动不已,使他决定到国外去进行传教士,夜。 这一年,国外传教执行委员会派出了三名传教士到中国。 他们先到纽约,穿过巴拿马海峡,到旧金山,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横穿太平洋,到达了上海。 在距上海一百多英里的杭州,约翰·林顿留了下来,并在这里度过了46年的传教生活。